对于中国传闹文化一定要有信心 中国文化可以救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两次技术非常成功 去南在伦敦做了一次 在巴黎做了一次 今年的技术是在联合国做的 但是联合国肯定承认了 这是个好事情 在台南在高手 尽快我们办部席班 像以前李老师利用台中联社 台中联社部席班 就是传闹我 讲文贯指 十年讲完 一个星期 一次 星期五 星期五下午 一点钟到五点钟 三个小时 圣年讲完 我们可以讲 取材 圣医学根 之根 欢迎大家来参加 这个有功德 比李老师的 不计划 还要殊胜 这是伦理道德教育 现在 道德 伦理 重要 真正能救世界 救社会 一定要伦理道德 中国有 伦理道德的技术 外国没有了 外国只有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能毁灭地球 不能创造地球 我们自己要有信心 中国文化传统的根 就是孝敬两个字 所以不孝父母 不尊重司长 没法自救 那就没救了 只要能孝生父母 尊重司长 程度再差 都要求 给他讲 能力道德 他能吸收 他能够真造作 佛教的根 也是在加着的 今夜三复 第一句 孝敬父母 第二句 讽刺四场 说明 佛教的根 成佛做主的根 也是孝敬尊识 没有孝敬尊识 佛念的再好 不能忘塞 这个要知道 我们今天在英国 在巴黎做的这个事情 目标是对全世界的宗教 每一家的宗教 我们帮助他 我们帮助他 培养奖金 说法的人才 方法 在大学里面是一个 波斯班 叫后写波斯班 学生的资格 是神职人员 担任教学 解释经典的 这些人 每个宗教 两个 三年毕业 一个宗教 两个学生 一个导师 直到教授 三年之后 我们可以培养了 至少三十个 三十个 波斯头衔的 纯教师 我说不能解散 留住 留住干什么 我们学院这个办 提升 我有三十个老师 我可以办个学院 所以我们就改名称 我们挂牌子 宗教教育学院 这个学院 七年 本库三年 说四一年 波斯赛 七年 七年之后 我估计 我们应该培训 有这样的资格的 有学位的 有教授资格的 这种传教师 应该有一百人 到一百五十人 有这么大的一个团队 私私团队 我们再提升一个 世界宗教大学 帮全世界的宗教 培养传教的老师 把宗教 完全回归到教育 这宗教育 就要攻着不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国际反映过来的汉水 对汉水有浓厚的兴趣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对中国要有信心 对中国传统文化要有信心 知道传统文化所说的是正确的 是对的 没有错误 孝勤尊丝是梗 是两个梗 不孝父母 不尊重老师 那个学问道德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这中国文化的根 小道 每年计足 每年计口 死道 这个文化在全世界只有 中国有 外国没有 所以神选择什么 就选择这 你相信 尊丝 特别在这个年代 做榜样 做表率 自然 有足重价值 众神保佑 要明白这个道理 外国人 外国人现在 还搞科学 相信科学 不相信这些 我们办普系办 普系办最重要的 把孝道 思道 做出来 给大家认 东方的文明 韩国 日本 越南 最有成就的 要把它复兴起来 从我们自己做起 这是最踏实的 做出榜样 给别人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奖金的人才没有了 佛法就会断掉 所以要积极培养 奖金人才 如果都没有的话 佛教会灭我 我估计 二十年 奖金的人没有了 很可怕 这英国现在 这火血波斯班 非常重要 一百年前 越南的文字是中国文 他们改了之后 不用中国文字 这亏迟大了 本来 中国五千年文化 他们有资格继承 这里也改就完了 这把中国五千年老鼠走 文化丢掉 非常可惜 我们这边有传达文化的过程 特别是初级班 文字修 文艳文 有下有功夫 他们应该也要去 根治根 不扎根 不行 这就对 起不来 就忘了 后面没有人了 所以佛皇 在这个地球上 还能不能传下去 虽然在你们身上 你们发奋努力 佛菩萨加持 你们无量复受 来承传我 不能承受 这个灾难 不是一个地区的 全世界的 全球的 中国文化 能救全世界 这个如果没有了 世界就乱了 所以这是大问题 不是下问题 英国现在在培养私自 替全世界 每一个宗教 培训老师 有学位的 对学校毕业的时候 有波士学位 宗教波士学位 那他取得 大学教授的四个 他回到大学教授里 教宗教经典 这个班刚刚开始 很难得很不容易 年轻 有文学技术 发现感动自己 这是旧宗教 旧佛教 旧所有的宗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